在枪击事件发生之后 总台央视记者第一时间赶到了距离 曼谷大约260公里的科勒府 我们来看记者今天凌晨从现场发挥的报道 事发商场附近 约一公里范围内的城市主干道已经被封锁 沿街店面被关闭 记者被允许步行一公里多进入现场报道 习记者身上携带了大量的武器 包括三把重型的激光枪 还有手榴弹等等其他武器 那么刚才警方向我们透露 大概是有几百人已经进入到商场里面去 据了解泰国特种部队 进入枪手藏针的商场后 商场内的大批民众被疏散 一名市民在枪击事件发生时 正在商场健身房健身 他回顾了当时的情况 令据当地救援队负责人表示 被解救人员当中大部分是泰国人 有一小部分是外国人 其中包括多名中国人 这名枪手的动机目前尚不清楚 他在作案过程中 还在社交媒体上更新个人动态 发布枪击事件的照片和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